東海岸加入藍油氣區 每天都會有大量的遊客前來觀光 附近的加入藍和都藍部落特別與東莞處合作 在這裡開辦賣在地物產、手工藝的部落市集 8月14號上午舉行阿美族傳統竹炮體驗的開幕儀式 副綱領里長、曾阿粉、空軍737連隊參謀長、呂詠龍都到場支持這樣的活動 我們所有部落的這些族人能夠在我們東莞處這一個地方立足 那表示我們真的有內涵 那也謝謝我們今天在座的所有貴賓能夠力臨我們加入了生態公園的這個市集的開幕 謝謝各位族人、各位朋友的包容 還有特別感謝我們的曾里長他對我們基地的包容 我們的飛機很吵 那今天是814空軍勝利78週年的紀念 那等一下我們會在10點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飛機通過的一個 一個儀式也祝這裡的大會能夠順利成功 正巧8月14號是空軍節 參謀長特別安排戰鬥機低空飛越4級的表演 讓現場大小朋友驚呼連連 施放竹炮不僅有迎賓的功能 也透過面向阿美竹的聖山、督蘭山 許下自己的願望 在點竹炮的時候你的願望是什麼 希望要認識很多帥哥 你覺得說經過這樣的一個向督蘭山致敬的禮炮 你的願望有沒有機會實現 希望可以囉 未來加入藍油氣區 有熱鬧有趣的部落市集 還多了一項竹炮體驗 讓民眾雖不一定能深入部落 也可藉此親近部落文化 東環新聞劉大遊台東市採訪報導